當然或許有另外一個層面就是 比賽沒結束 還是要我們講小心時的萬年船 不要小看說現在還有七分領先了 事實上什麼事情也都可能會發生 對 還有一點就是說 教練也可能說比賽的節奏不要因為你 整個節奏都受到影響 也不要說因為你 這個比賽最後變成一個很大的瑕疵 在那個地方 所以應該有多方面的考量了 大概不出是球兵所有的 預判了這幾點 不過黃之龍確實還是要再加油了 打者是周思琦面對左投李偉華 有球好球 現在形成了兩好一壞 這是李偉華本季的第15場的後援出賽 今天周思琦前三次的打擊都是面對強大聲 打得相當的悶 兩次被三振一次飛球被接上 偏打者的內側現在形成了兩好球兩壞球 我面對強大聲幾次的三振 主要是快速球跟不上去 李偉華現在開始有這個動作 慢慢會養成一些力行動作出來 這個球打到了右外野方向的飛球 相當高相當遠 上去囉 紅布朗 兩分全力打 周董所擊出 周思琦也加入五發全力打俱樂部了 今天一口氣多了兩位打五發全力打的球員 分別是小鄧鄧鄧之維跟周董周思琦 現在跟高國慶三個人都是五支全力打 這球一打出去就知道怎麼樣都留不住了 留不住了 對 比數現在變成了四比九 拉打的動作好順暢 力量 所以說整個貫穿下去 所以我們常常可以看到那個球跟棒子這種 撞擊那個力道 真的是很過癮 來看一下 左頭反而被捉打 貓了一支 注意球打得結結實實的 有飛到哪 哦 打出去耶 不見了 這個球不願意打到游擊方向的滾地球 早就要刺殺 現在形成了兩出局 哇 你看一下 消失了 真的打出去了 真的打出去了